我們在前面討論過了什麼是設計思考 我們討論從設計思考的最開始 統領emphasize 移錄到最後的測試test 以及反覆的迭代 iterate這樣子的過程 下一個許多人可能會問的問題是 那麼究竟為什麼要學設計思考 要回答這個問題 或者我們可以試著用另一個角度來討論以及分析 學習設計思考 問這個問題其實是要討論的是 設計思考可以帶給你什麼樣的價值 或者說設計思考能夠帶給你什麼樣的觀點上面的改變 讓這樣的觀點改變可以帶給你相對的附加價值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試著討論說設計思考的五個步驟 它後面背後代表的是什麼樣子不同的觀點跟價值 在採用這樣子的觀點跟價值之後 可以帶給你什麼樣的效益 所以我們就開始先從第一步驟 和同理 emphasize開始討論 在同理這個步驟我們非常強調的就是 以人為中心 我們把重點放到人的價值上面 這也像我們剛剛說討論過的 假如我們一味的追求科技上的突破 而忽略了人的價值 這樣很可能帶來許多的新穎的概念 新穎的點子 但最終沒有辦法帶來真實的效益 那這將會變得非常可惜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在學習完同理 emphasize這個步驟之後 能夠換個觀點來看 是你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可以回到人的身上 可以回到使用者的身上 以及跟使用者相關的利害關係人身上 去分析他們背後的價值 分析他們背後的脈絡 藉此去提出解決方案 這個將會帶給你不同的效益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專注在人的價值上面 那麼再次思考的第二個步驟 定義 define 這邊我們所強調的價值是收定 這個收定其實背後更深層討論的東西是 如何去排定優先順序 或許有些人聽過一個叫80-20法則的原則 這個原則最主要講的事情是 許多的產出 大概80%的產出 是基於20%的特定的投入 意思是其實你有大概有80%的投入 他們其實相對起來是沒有這麼重要的 沒有辦法真正有高效的產出的 那我們在定義收斂的這個階段 就是要去做到確無存經 去排定出優先順序 所以希望大家在學習完定義之後 能夠更有效的去分辨說 對於使用者來講 到底什麼是真正重要的 什麼是我們應該花更多時間去深入研究 深入去發想解決方案的 而又有什麼東西其實並沒有這麼重要 所以我們不該花太多時間在上面 所以這是關於設計思考的第二個步驟 定義這個階段 希望能夠帶給大家的效益 就是能夠去有效的收斂 排定出什麼是重要的 再往下的話 是關於設計思考的第三個步驟 發想ID 大家會想我平常就很常做一些 腦力機葬 我應該不用特別學關於發想 這個觀念當然可能可以是一種說法 但是其實我們在講發想ID 這個概念背後更深層的 其實是所謂的創意志性 也就是Creative Competence 創意志性他在講的東西就是 許多人其實並不是沒有創意 而是他缺乏自信缺乏去挑戰 所以我們希望在學習完設計思考後 帶給大家的價值 以及大家觀點上的轉變是 其實每個人都是有創意的人 只是你有沒有自信 有沒有敢去做出突破 做出更新的創新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在走過ID 之後能夠達到如此 再往下的話 就是我們的第四步驟 原型Portotype 在原型的這個概念 我們更強調的是他背後的精神 也就是最小可行的精神 換句話說 我們希望藉由原型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更有效的去做出行動 因為我們不用強調到把事情 規劃到非常完美才去跨速行動 而是你可以用非常簡單 非常便宜的方式 只要找到核心的概念 我們就去嘗試 這樣子就可以避免許多人 他們都會留在 留教室留在工作室去做太多的規劃 所以我才發現 這樣的規劃其實在現實實際中 並不可行 原型的思維 希望帶給大家 觀點上面的概念就是 我們有於嘗試 我們有最小可行 就可以拿去使用 就可以拿去做出不同的挑戰 最後的話 是在設施討論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測試 Test的部分 其實測試背後更強要的精神 是關於疊代的精神 也就是Eternation 這個疊代精神 首先是要講的事情是 我們做完一個產品之後 它不是終點 它其實是另一個版本的起點 意思是在我們做完一個產品之後 或者一個服務 或者是任何的設計之後 我們要不斷拿回去使用者 拿去測試 收集反饋 進一步的去修整 讓這個方案 不斷不斷的擁抱 所以 總的來講 我們回顧了設計思考的五個步驟 後面分別包含的精神 從最開始的注重人的價值 到我們有效的收斂 排定優先順序 以及創意自信 跟用最小可行的原型思維 以及最後的迭代 希望大家能夠在學習設計思考後 有這些不同的觀點轉換 帶著這些新的觀點到你的實際工作上 相信對大家都會有所效應 會有所幫助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需要學習設計思考的原因 回過來 是我們在整個大的IoT架構的課程下 我們除了說能夠在技術上有所突破之外 希望大家能夠抱持這些設計思考的課程 在實際的專業上面 去做出嘗試 去做出改變 看完了這支影片 是不是對於設計思考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你到底下留言 或是加入我們的臉書社團 一起與社團裡的其他朋友 進行交流與討論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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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